有位师兄梦见有人告诉他说 你身上肩膀两色有人保护你 然后同修看见自己的肩膀变厚了 请师父解梦啊 变肩膀知道吗 你看哪个护法神肩膀不宽的 哦这样的是吧 所以过去古时候有个故事说 人的肩膀上左右都有两盏灯啊 所以一个狼 说那个时候狼来了 他一般的呢 他不能咬你 因为你的左右肩膀有两盏灯 狼都害怕的 但是呢狼看得见你们看不见 他那些拍你一下 你一回头那个灯就灭掉了 听得懂吗 一灭掉之后他就咬你脖子吸你的血了 所以这个故事 这个预言故事就是过去一直流传到今天 其实就是讲的 人的肩头上有两盏灯 实际上是什么 知道吗 就是你的佛灯啊 心中的佛灯啊 所以为什么肩上能够扛重担子 因为什么东西肩上扛啊 肩呢 肩膀你看护法神的肩膀宽不宽呢 是是是 所以啊 所以很多人气量小的人你去看好了 头冻的多的话 头整天在冻的人肩膀上那盏灯就没了 所以你去看凡是头一直在冻的人 这个人气量就很小 左顾右盼的像老鼠一样的 听得懂了吗 哦 明白明白 谢谢师傅开设